我的交代 我個人是對 因為北農都市館是在 之後才做的 可是它的重要性跟它的因素 我覺得沒有說出來 那再來就是有關暫停 我們也知道 我們是BOT出去 業者一定要有合理的 經濟效益 它才可能成形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那個很多的問題 是沒有解決的 那也因為這樣 我看到比如說 山上站跟那個農物股站 農物股站 我們去他看過 其實那邊的樹很多 那也許不是每一棵 都是受保護樹木 可是在那個邊坡那個地方 我覺得整個是 實在是成名的 所以 我個人也不建議是說 把它移植 因為這個國家公園 是以保育為主的 那所以有沒有可能 在保全那個生態的部分 你去調整你的量體 我覺得在那個地方 量體真的太大了 那山上站也一樣 我們走過這個山上那個地方 第一個現在那個樹都很高 那如果我們現在蓋的話 其實我的意思說 到那個地方的賞景的效益 不是那麼高 所以也許業者應該去仔細想想看說 因為剛剛有提到嘛 可以做一些檢疫的餐廳 或等等 其實我看國外的這些 纜車的營運 纜車站的營運 的商業行為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個是買票 第二個呢 他盡量都是用販賣機 所以就不會有所謂的餐廳 或者咖啡做這樣的東西 那北投欄 最山上那個站也許 是在國家公園範圍 應該景觀不錯 可是實力去看 我看到那個樹都很高很大 所以到底能不能看得出去 我覺得那個剛剛的視覺評估裡面 沒有交代 那最後一個我想民眾最關心的 就是安全問題 那安全問題可能不是說 我現在用渡星或什麼 我就應該有監測系統 每一個站都應該有監測 所以我可以及時的回應到 我總部的後管 那這個東西做到 你會不會花很多錢 我覺得業者自己要評估 那最後一個就是民眾 對那個隱私權的保障 因為第一個我想 可能要承諾說是 業間不營運 那我剛剛所講的那個問題 就不存在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高度看下來的話 對於室內的安全的 所謂隱私的影響 業者都是用說的 有沒有可能你有一個模擬 甚至我覺得是說 像我們也看過國外很多 這個有社區等等 你能不能去拍照 然後你就一樣的模擬 讓民眾安心 或者用講的 我相信民眾是疑慮很多的 那當然民眾有剛剛講 一百多個問題 每一個問題的回應 我覺得要一一講完可能不容易 可是可以用更科學的方式來做 就是你現在有模擬啊 3D啊 可是我沒有看到3D的模擬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 當然我講進步的國家是民主的 是希望大家有意見要回應 可是要讓大家安心 真的我覺得生態那個部分 都還很薄弱 像國家公園那邊有樹 而且有藍雀有很多的東西 在山上跟尤其是龍鳳凡這一站 我覺得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所以我們應該是很客觀的來評估 那我相信民眾也是很理智的來看待這件事情 相信對北投也是有幫助的 那我剛剛看到就是說 像剛剛講說要走一百多公尺 或走幾百公尺 其實如果真的要妥善的接駁的話 一分好像每一個小時 現在有多少 一千 兩千多人 或者是maximum的話 那兩千多人下來的公車 每一車可以載多少人 我那個估算要 那否則就是在 第一個 我覺得從北投捷運站 到我們這一站這個接駁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是不是每一個民眾都願意走過來 然後包括我剛剛有委員提到說 路客啦很多這些接駁的問題 我覺得接駁的問題 也可能造成對社區的衝擊 那業者也許也歡迎遊客更多進來 可是業者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 如果對業者的幫助的話 適當的回饋是需要 我覺得回饋不是給金錢 而是說我們有沒有回饋的機制 來維護這邊的安寧 秩序的維護 那都是回饋 那這些問題是我個人的餘意 我先提出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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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